说起朱晨,大家应该不会陌生,不仅是因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少年、青年、成年赛事上都获得世界冠军的棋手, 中国的骄傲,还因为他远嫁至卡塔尔,并入籍该国,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,卡塔尔是一个与中国主流信仰完全不同的国家,那里的男人可以娶多个妻子, 传说中,女的出现在公共场合要包头巾,对丈夫要严心计从,朱晨县年42岁,已经有两个女儿,此前她表示自己不打算再生, 几年前,她的照片流传在网上,那时她还不到四十,看着去一场仓老,令人不胜唏嘘。 今年六月份,第十届朱晨杯赛事在温州举行,朱晨协丈夫前来驻镇,当时夫妇俩穿着行李装,笑容满面下图, 从中也可以看到,夫妇俩虽结婚十八年,但仍然十分恩爱。 八月二十八日,澳门国际象棋,总会举办国际象棋交流分享会,国下女子世界冠军朱晨出席, 她与二十四名澳门小朋友上演车轮战,揭出起义,受到了当地的欢迎, 可以看到,朱晨这次现身,看起来很是年轻,四十二岁的她看起来就像是三十岁左右, 气色比以往要好得多,可能是最近注重导养了吧,朱晨这次是独自来澳门, 这是她在亚洲推广国际文化的其中一站,在澳门之前她去了马来西亚及香港, 而在澳门之后,她将前往新加坡继续进行交流, 根据以前曝光的信息,朱晨的两个女儿,一个现年十四岁,另一个,十岁,长得像爸爸, 他们都喜欢打网球,并进入了卡塔尔国少队,而朱晨的丈夫, 虽然并非传说中的王子,但的确有一个远先在卡塔尔皇室, 而她本人,是卡塔尔国相协会的主席,是卡塔尔旗王,在当地也是知名人士, 朱晨曾经表示,自己的丈夫很有钱,她打比赛从不关心奖金, 因为她的工作是花钱,赚钱是她老公的事, 看来,他们的婚姻的确很幸福,再次也祝约这位其后一直幸福下去。